大家好,欢迎收看《恶梦阿姨》,我是Jay 一名45岁,身高157公分,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再也平凡不过的李中九,与1984年结婚 有体贴的妻子,一双听话乖巧的儿女,是一个平凡的一家之主,尤其特别疼爱女儿 以开计程车为业,收入不算好,平日里对自己很小气 唯一的乐趣就是会在清晨时去踢足球 一日三餐都只吃面包来填饱肚子,连袜子破了也舍不得换 非常勤俭的她,努力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这样的她却开始从1996年至2005年犯下连续强奸案 在这七年八个多月到被捕期间,记录在案的有77名女性 在青州、龙仁、大丘、大田、中南这些地区犯下9期以上的强奸案 以大田为中心就足足犯下77以上 再加上调查过程中的其他犯罪记录,被性侵猥亵的受害者就有184人 警方相信由于被强奸后不敢报警的人占多数 估计受害者超过这个数字 由于在抓捕的过程中往往被她逃脱,便有了大田哈巴狗的外号 平日以计程车为夜的李中九,天天开着车到处闲逛等待要坐车的人 平常顶多也就和同业的朋友打打嘴炮 对街上的女性评头论足,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原本日子就平凡无奇的李中九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一个把性侵当作家常便饭的恶魔呢? 这个引爆点就在某次在客的时候 色魔的细胞突然彻底的梳醒 在某个夜晚,李中九正在酒店附近等待喝完酒或是下班的小姐 碰碰运气看是否有机会能够载到客人 等着等着看见一对男女从酒店出来 两人突然吵起架来不欢而散 酒店小姐生气地上了李中九的车 在车上李中九无论怎么跟她搭话总是得到沉默的诡议 这一点引发了李中九内心的不满 此时酒店小姐接到催债的电话 讲完后发现李中九绕远路便与她起了口角 抵达地点后,酒店小姐非常不满李中九为了赚钱落入恶心 便将钱丢向了李中九,还出口羞辱了她 此刻的李中九怒火中烧 认为酒店小姐自己也不怎么高尚 凭什么这样用钱侮辱她 于是李中九开始跟踪观察酒店小姐的一举一动 并查看信箱确认她是否为独居 之后就在某个深夜 李中九爬着燃气管进入了酒店小姐的家中 本来只是想偷走一些职情的东西当作报复 但当她看见身穿性感睡衣正在睡觉的酒店小姐便起了色心 开始对其上下起手 当酒店小姐惊醒后正要大声呼救的时候 李中九拿着刀威胁对方说 这种事你要是敢报警 对你也没好处,毕竟不是光彩的事 随后便性侵了酒店小姐 离开时李中九正好遇见了警察 以为对方报警的她 发现只是一般例行公事的巡逻罢罢了 内心觉得庆幸之外 也让她认定被性侵的人果然不敢报警 便让她开始更大胆的物色猎物 有了此次经验后 李中九一边开着计程车一边物色目标 某次她开着车看见一位身材较好的女性 便开始喃喃自语的猜测对方的三维 当对方转过头来时 赫然发现是自己正在念大学的女儿 看见女儿身穿短裙还与一名男同学在一起 便下车怒斥了女儿 警告女儿不要穿短裙也不要穿短裤会引人犯罪 男人都是二郎 也不要乱搭计程车 要搭车就搭爸爸的车 看到这是不是觉得很无烟 把自己的女儿当宝 却把别人的女儿当成任他蹂躏的草 看着自己的女儿 李中九并没有停下他的犯行 仍然借由开计程车的职业挑选下手的目标 随着得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李中九为了方便爬上燃气管 还买了防滑的手套 正当他沾沾自洗自己的行为会更加顺利后 某次他闲晃观察着某个社区 突然发现有许多的工人正在燃气管上装上铁荆棘 便上前询问为何要装铁荆棘 工人便回答他说最近这一区发生太多的强奸案 大家都急着要抓上铁荆棘和护栏 防止恶狼爬进自己的家中 李中九一听便突然改变了作案手法 决定要乔装成搬行李或是检查瓦斯 收公用费送牛奶或是送快递的人 某日李中九载到一名女性 燃起了他心中犯罪的火花 他将这名A女载到目的地后 便开始观察A女的生活起居是否独居 有没有男友都查得一清二楚 之后便乔装成快递员 进入了A女家中对其性侵 由于怕自己的体液会留在A女的身上 完事之后逼A女去洗澡 洗掉关于自己的痕迹 洗完澡的A女被李中九叫来身旁说道 看我做的感觉怎么样很棒吧 亲爱的我爱你 我家亲爱的也要跟我说我爱你啊 此时A女的电话响起 李中九用刀逼迫A女接电话 并要A女将朋友B女约来家中 在胁迫之下A女招作了 B女抵达A女家中后也惨遭李中九的毒手 实随之位的李中九再度用刀逼迫B女 约朋友C女来A女家中 C女抵达后也同样被李中九性侵 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李中九侵害 心中的内疚感已成了这一辈子的阴影 再也回之不去 随后李中九威胁三人将身上所有的钱 全部提领给她 这让李中九内心有一种强大的自信感 认为自己不但可以肆无忌惮的性侵 还有钱可以拿 而对方也都不敢报警 就这样李中九用同样的手法不断的犯案 甚至连孕妇都不放过 自以为终身都不会被抓捕的李中九 终于踢到铁板 警方注意到2004年发生在光州的强奸案 和2005年的某件强奸案手法一样 对比两边的路况监视器 发现了同一辆车还开的特别的快 警方觉得可疑便查了车牌号码 一查之下便是李中九的车 警方便前往了李中九的家 在这之前李中九除了强奸之外 还犯下了抢劫的案件 警方便用抢劫的理由对李中九展开调查 看见前来的警方 李中九便说他换件衣服马上配合调查 警方当时还不确定李中九就是强奸案的犯人 便没有强行的积压 没想到迟迟未见李中九出来 警方便进到家中 这时候的李中九 已从家里的三楼的卧室窗户 顺着燃气管逃至一楼 这时警方才惊觉 他就是犯下多起案件的大田哈巴狗 于是便公开通弃李中九 并悬赏500万韩元赏金 在李中九逃跑期间 他联系了妻子 这也是他被抓捕的关键 他对妻子说道 将钱拿去娘家放 不过在这之前 警方已先没收了他 从被害者身上掠夺的财物 此时李中九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公开通弃中 警方透过他与妻子联系的追踪定位 发现李中九正在网卡打游戏 警方便打扮成便衣 并请求增援 上前逮捕李中九 被捕时李中九一脸茫然 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 就这样被警方抓捕 被捕后的李中九说道 在审问的过程中李中九居然问警方说 我真的有犯这么多的罪行吗 不过一提到家人的时候 李中九却难过的说自己没有脸见他们 在李中九被审判时 检方量刑为死刑 最终却被判无期徒刑 原因是李中九并未剥夺受害人的生命 主要目的是强奸 让人更无言的是 若李中九愿意与被害人和解 便不用背叛无期 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当时李中九被捕时 他从被害人身上掠夺的金额 高达一亿四千多万韩元 而他一分钱都没有花 将钱存起来 由于从小就贫困的他 将钱看得非常重 一听到要和解 需要花到和解金便说 要我拿一亿四千万出来和解 我宁愿坐牢 而在他被捕后的八个月 妻子就与他离婚 至今李中九的家人 依然不敢相信这位顾家的男人 竟然是连续强奸犯 而他一双儿女也表示 人会持续去看爸爸 不会放弃他 哇塞你个垃圾 你完全不配为人父 自己的女儿就跟珠宝一样珍贵 那别人的女儿就不是宝吗 犯下这么多的性侵案件 怎么有办法过得如此心安 真的连垃圾都不如 垃圾至少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李中九真的是连当垃圾都不配 造成受害者一辈子的阴影 希望你可以下地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